Hello 大家好 我是Kosumi 首先歡迎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有很多個月我都沒有拍過影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很忙 連睡覺都沒有時間 所以就沒有時間去拍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想說一下 我自己的近況 究竟這幾個月我發生過什麼事 或者我的生活有什麼大的轉變 在2月份的時候 我就忽發其想 就覺得不如在英國找工作 之前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沒有人會聘請我 覺得自己很沒用 特別是已經做了這麼多年的全職員媽媽 突然重返職場 對於我來說是很困難的 回到香港兩個月之後 就覺得 我也有力量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可以接受其他挑戰 而第一份我在英國做的工作 就是Amazon的Fest Driver Amazon的Fest Driver就好像Uber一樣 用你家的駕駛私家車 去幫Amazon送貨 除了Amazon之外 還有超級市場Morrison的貨品 只要下載APP 完成登記就可以開工 第一天回到Amazon送貨 我不預期原來是這麼辛苦 可能因為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工作 經常都覺得錢很容易賺 因為錢不是我賺回來的 當自己真的要下手下腳 賺錢的時候 就發現賺錢真的很辛苦 在第一天送貨的時候 因為M1整路 所以很困難 最後三個半小時應該送的貨 我最後用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完成 回到家是差不多晚上的12點 那天又很冷 又下著無無魚 一直做的時候 都在想自己在做什麼 那天之後 我都很想去挑戰 因為我覺得我是不是黑仔炸 最後我都有繼續送貨 而之後送貨 都依然是很辛苦 又依然是很冷 還有下雨 但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自己終於衝破了 我開車的心理障礙 對於我來說 其實開車是第一件事 令到我情緒爆發的原因 那一刻覺得自己能克服到 這麼遠的地方我都可以開到 有一個陌生的地方我都可以做到 之後我就覺得很有滿足感 做Amazon的送貨 其實不是很穩定 但是愈好的地方 就可以夾到女兒回我放學 但收入就不會很多 所以我又繼續去找其他工作 例如Supermarket Retail 什麼都適合 誰知又真的有工作給我見 唉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有機會見工作 當我去見這份工作之前 其實我很想放棄 我很害怕 我覺得自己做不到 甚至很想逃避 因為我覺得人家不會聘請我 所以我很不想去 那也是因為有一個朋友 他鼓勵我 其實很多人想見都沒得見的 他很平淡地跟我說 那一刻又覺得 人家都叫你去見 那沒理由不去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5日 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英國來這裡見工 而我一見就要由早上10點見到下午4點 問我這麼緊張 當然是很緊張 我不知道自己真的中了 還有有些擔心自己會聽錯他們說什麼 始終英文不是我的母語 但我覺得我來到這一刻 可以做的就是 努力盡力去做好它 就算我今天盡力不請也好 都要見識過一間大的機構 大的公司 你怎樣去請人 怎樣去選人 經歷了我人生第一次在英國見工之後 就得到我人生第一份在英國的工作了 當我覺得自己不行的時候 但其實我又不是真的不行 很感恩 我自己有去踏出那一步 原始我對自己的不信任 我是完全不敢去試 但當你去嘗試的時候 原來我也做到的 做了這份工作 現在已經過幾兩個月了 那這些過幾兩個月 其實真的很辛苦 13月份 我正式回到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老公其實是不在英國 所以當時 我是要照顧著我女兒的同事 又要上班 我是很感謝很感謝 我認識的媽媽朋友 他們幫我照顧著女兒 才令到我可以完成我的工作的時候 亦可以照顧著女兒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超幸運 我也很感恩 我在英國這個陌生的地方 除了可以繼續說回我熟悉的廣東話 也認識到一些 我覺得是真心對我好的朋友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自己是超級幸運 至於說到我的工作 因為我真的很長時間沒有上班 我也要適應一個全新的生活模式 特別是連語言也不同 文化也不一樣 有時候會對我一些事情很猛狀 也有時候會覺得 我可以在上班已經覺得很感恩 對於新的生活 我覺得我自己還在適應 對於我來說是困難的 怎樣可以照顧到家裡的同事 又要照顧到工作 而且自己的體力可能也應付不了 很多時候可能放工後 我回來洗完澡吃完飯 已經一聲在梳化睡著了 一醒的時候 可能已經在第二天早7點 又要差不多準備上班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內疚 因為沒什麼時間去照顧女兒 陪女兒 因為一直以來 因為我無時無刻都在她身邊 所以對於我和她或我老公 這個全新的生活模式 仍然需要時間去適應 至於關於情緒 我的心理諮詢其實已經完結了 亦都很幸運 在我上班之前完結了 就不用每個星期三 都要留一個時間出來見那心理諮詢 你問我現在的情緒是怎樣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忙得 沒有時間去理會我的情緒 很感謝關心我的朋友 我的情緒其實真的沒有太大的起伏 問我是否仍然很不喜歡英國 我覺得沒有以前那麼討厭 但是你問我適應到沒有? 老實說最近4月 今天是22日 天氣形勁是很冷 而且很大風 你會想 天氣何時來啊 很想念熱的感覺 所以天氣這方面我仍然未適應到 雖然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將近三年半 其他事情就慢慢來 其實三年半也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你很難一下子適應所有事情 一下子覺得這裡是自己的家 很多時候都要時間 你問有沒有想念香港 當然有啦 仍然是很想念媽媽 想念朋友 很想念食 很想念海 但是我們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這裡 嗯 我都要經常提醒自己 看著女兒 我會覺得值得的 看著女兒 我會覺得 嗯 多辛苦也是值得的 因為我給了她有選擇的機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終於有時間拍片了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再見